那么这个吊鬼有三种 一种是身体的吊 就是坐不住 小孩子 现在很多这个成年人 也是叫多动症 那么进不下来 叫做吊 那么第二种 口吊 有的人就要不停的说话 听不下来 不说话会很难受 如果身边没人跟他讲话 他就耐不住打电话呀 一打就几十分钟 乃至几个小时 不是讲闲话 就是讲示威 给别人倒苦水 倒垃圾倒烦恼 没人讲 还自言自语地讲 有时候晚上说梦话 更在讲 严重的都会造成心理疾病 那么第三种调是心调 大多数人都是心调 胡思乱想 心思停不下来 有的人会有一些 这个世间的才艺 比如说玩营业啊 美术啊 文学啊 下棋啊 等等 他的心会沉浸在其中 散乱的不停 那么这个就很难录到 同门子官里引用佛陀的话 说这种的吊散心啊 就如同那个喝醉了大象 又没有钩子 就很难制服他 如果只是吊 没有回就不成为盖 如果吊散了又悔恨 忧愁就成了盖 如果你在止光修行用功的实践中 发现自己有吊散的现象 那就把心收回来 换在我们禅修的索颜镜上 比如说关呼吸 发现心跑了 打腕响了 那就拉回来 换在呼吸上就没事了 那悔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 哎呀 我怎么这么的差劲 简直就没法修了 你看人家修得那么好 我是不是不适合修行啊 等等 这就是毁的这个情绪 一种是吊散而毁 一种是做错事的 我们感觉到悔恨 所以呢 吊毁放在一起 就障碍我们修禅定 障碍我们修戒定回三邪 所以说优匪复兴生活中 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很多人因为这个毁就找不出来 小到做错了一点事情 大到发生一些比较 大的人生失误 就会在毁里悲伤而恐惧 那面对这个 能回圣贤 熟能无过 有时候还得要很分气 幽默的看看 哎呀 你看我这个内心世界又出现幽悔了 你看这个这个孩子多不听话 把自己当这一个学生 一个孩子来对待 就不至于生起极其深切的幽悔之心 所以这个毁它是一个恶化 我们修行人要知道 它不仅是战道 而且严重还能摧毁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修行的这个意志 是我们需要通过指观来 对峙和艺术化的化解 才能够摒弃这种掉黑呀 第一 第二 第一